超級電視臺 我減肥的時候我都會買那個海帶牙乾 就是那個海藻 泡著然後就放一點鹽巴 然後就喝 冷水就可以了 古人就會用它了 因為它可以瀝水 古時候的人 就會瀝水了 加一些蒜末 好 來秋香老師做的菜為什麼好吃呢 大家一定要學配料 蒜末 然後這個是辣椒末 這個不是很辣的 就是因為它的 先的辣椒維他命系很多 那大蒜的一個大蒜素裡面 其實是一個抗癌的很好的成分 這個就是一個芝麻沙拉醬 這裡面有芝麻有醋 然後有一點醬油 自己調的量不是很高嗎 所以你看我調的這個不一樣 比較稀 所以芝麻醬調醋 醋加醬油 對 一點點 是 好 可是這裡面除了這一個 芝麻的一個 巧思的感覺 除了芝麻的熱量以外 其他都是 都是沒有什麼熱量的 那為什麼要用芝麻 因為芝麻本身呢 它的芝麻油 除了香 其實芝麻是一個非常好 抗老化的食材 是 來來來 好好吃喔 怎麼這樣 這好像跟 建村裡面吃的涼拌菜是一樣的 而且很香 真的很香 這感覺好像很開胃 我跟妳講黃瓜 這小黃瓜也很好 小黃瓜還可以預防酒精中毒 不得了 因為它的維他命C也還不錯 對 很多 維他命C很多 來 而且是小黃瓜會減回 就是因為它的 黃瓜的皮 它可以抑制你的 像我們吃的芝麻 你換那個糖類 可以換成脂肪 哇 蠻甜蜜的 香菸如果吃這個也還蠻幸福的 來來來 好吃 我覺得芝麻醬那麼細細的 沒有那麼醜的話 吃起來比較貴重 不用啦 不用啦 拿回來自己吃這一碗給他 對 對 你來吃 你吃 來 你怎麼那麼胆心啊 你給我 你拿太多了 你來 那做法其實就很簡單 大家記得就是那個 買了一個有機的布 回來一定要泡過 泡過以後再穿燙 一定要記得 穿燙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哇 好吃 那口感就很好 我跟妳講晚上宵夜吃一吃 明天早上隔天早上 妳就不怕齁 上不完 便秘 對 就會二便順暢真的 有沒有白飯 喂 你們要減肥我不用嘛 對不對 真的 這好吃 其實晚上剩下前吃好 也不要吃白飯對不對 對 因為那個就是熱量 對 那妳要吃的話 因為它都有運動 熱量的話就是 妳要吃飯的話就吃糙米飯 我有帶糙米飯 五穀炸涼飯 這個就是很適合 都好都好 雖然不怕胖 但要活得長 還手還沒出生 對啊 喔 這吃完 妳要上課很有理力 吃完了 要不要吃完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談一談 那最嚴重的那個 毒王應該怎麼處理 好 所以剛剛一直談到 睡不好嘛對不對 對 可是睡不好又變成毒王 這個很離譜耶 對 我覺得其實睡不好 會影響到很多東西耶 因為像我 就是真的睡不著 然後變成我會慣性吃 一些助眠的 然後像最近我會吃 雞肉鬆弛劑 就是如果妳自己睡 都要睡了幾次 可是妳知道就是 妳睡不著的人 妳就一躺著 然後妳腦子就會一直動 然後妳身體很內 可是妳眼睛就是閉不起來 我覺得那好痛 這也是一個點 但是 但是這沒有辦法 有人陪妳會比較好睡嗎 我覺得應該可以喔 那妳分呢 那可能另外一個 就沒辦法睡了 欸 我要講我這有很多很多因素 但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樣啊 而且我只要 就算睡著 就算吃那個 就是助眠的 或者是那種 那個胺基酸 最近我也有在吃胺基酸 然後睡大概四個小時 打死就會起床 沒有辦法再睡更長 妳有比這個 睡不著更嚴重的問題 也就是 妳的便祕還是很嚴重 我的便祕超嚴重 所以我很喜歡打嗝 我覺得那是因為我大便排不出來 氣就會從嘴巴出來 她很沒有癮喔 妳知道嗎 她常常在我身上打嗝 經常 而且她打這種長嗝 可是妳知道沒辦法便祕 就是有時候會塞除 而且我真的覺得很痛苦 因為我會吃些藥會晚常 可是就變成 妳必須要有這些東西 它才可以出來 妳已經到晚常了喔 晚慘的 而且我可以晚三顆 因為妳要一直灌進去憋著 然後憋到很痛 妳要晚上三顆 妳就不要用晚上 就通熱比較快 我說真的 因為妳知道一顆 醫生就知道一顆 一顆就很強 她會慢慢找妳 妳今天也幾歲啊 28 妳可能到30歲就常壞死了 因為我已經很久了 然後我已經習慣性了 妳的肛會鬆掉 然後大大案 真的 真的妳很常壞 我跟妳講 妳再這樣子下去的話 妳吃越多到後來 妳會發現完全沒效 妳怎麼辦 妳怎麼辦 我越吃越多 可是我跟妳講 那個蟹藥的盡量也是 而且後來十顆也沒效啦 我現在只有六顆 可是 就是沒辦法 而且一定要紅色那種 晚常寄公司應該找妳代言 我超想 我多謝我在華南威秀 哪有晚常站的 它沒有用啊 它晚真的沒有用啊 它越晚會越多 人家只是一時 出不來 才用這個 所以我覺得 妳有一件事妳沒有做到 妳每天的水分 青菜 這個吃太深了 我很少吃 而且我不喜歡喝水 妳不好吃 不行 沒有 女生真的要喝一些糖糖水水的 還有妳也很不喜歡動 你非常不喜歡動 對 妳說到重點了 她如果去運動 搞不好她就很好睡 沒辦法我們救不了這個 那等一下呢 我們要請吳醫師呢 和潘醫師 他終於快上用場了 一個呢 要從靜的方面下手 一個從動的方面 首先呢 我們來試試看 非常好喝的東西 這林秋香老師 為了小甜甜的便秘 還有為了大家的腸胃健康 調了一種東西叫做 石井蔬菜湯 所有便秘者的福音 很簡單 到處都買得到的蔬菜 是 好 來 我們打開看看 哇 露菜 那老師我說 沒有貴皮的人 可以吃嗎 因為我們要幫妳排毒 這裡面呢 你看我挑的東西 這上面都有 但是呢 這個菠菜 因為妳如果說煮在這裡面的話 妳要馬上吃半分的話 它就是整個湯料很好 剛才很便宜 可是蓋了蓋子 妳就可以吃了 那菠菜呢 就小甜甜便秘了 它可以吃多一點 那像這個牛棒呢 它就親妳的血液的 對 血液吃 不是 還想煮吧 不要這樣 那這邊妳要用的番茄 還有胡蘿蔔對不對 對 牛肉 還有十字化科的 菸菜 還有高麗菜 妳到底丟了幾種啊 還有香菇 這裡香菇 上面看得到的全部都有 這裡面還有藍瓜 想要知道食譜請上我們的臉書 老師就是白飯對不對 這是超級的 給我白飯就可以了 老師就是任選 只要當中的幾種都可以 對 其實像這個蔬菜 它就是對那種 妳不喜歡吃青菜的人 那妳每一天呢 就是會吃很多大魚大肉 妳就先喝一碗蔬菜湯 然後妳就會覺得 就是妳的那個腸胃 已經有一些飽足感 很多人怕說 我如果全部吃這個蔬菜湯 會不會太涼 所以我在這裡面 我有用一點少許 大概五CC的麻油 去把薑稍微的點一下 丟進來 這個就是秘訣 好好喝喔 吃薑的話 在生理期的時候可以吃嗎 可以啊 可以啊 生理期吃薑很好啊 我發現妳酒都可以喝了 一直在怕薑 沒有怕薑 我沒有怕薑 我只是問 幫大家問一下 生理期有進酒嗎 沒有進 他只有進生 沒有進酒 所以像那個 你看那個蘭瓜 其實也是非常好的 它 我們的意思是在講皮味 就是蘭瓜 它就可以包皮膩 然後呢 牛胖又可以怎麼樣 對 青腸 青腸 還有青腸 它還有看癌的效果 其實這個十井蔬菜湯很棒 因為我看你熬湯頭的方式 大概就是一般如果有機餐廳 他如果想要做火鍋湯 其實蔬菜的湯底的火鍋湯 也是這樣熬的 那如果有人呢 一定要吃肉再蒜兩片 就夠了 這個南瓜太南瓜了 沒有湯了 我不要湯了 我要湯 這個湯真的好棒 這個湯真的好棒 這只有那個好的鹽巴 鹽巴 對 還有麻油拌草 對 南瓜 南瓜好好吃 好難喔 這個香菇也很好吃 好難喔 對 好好吃喔 南瓜帶甜 那個紫色的洋蔥跟白色洋蔥 都可以對不對 那個紫色的洋蔥 它的多分比較多 這個南瓜皮好薄喔 然後這個南瓜 就盡量買紫色的洋蔥 對 你連那個 南瓜連皮都要一起吃 你有便秘的不要吃太多 這就是要吃便秘的 真的嗎 而且甜皮都要吃 還有這個洋蔥對你的睡眠 對 可以幫助睡眠 真的喔 那你買紫色 因為它紫色的一個多分 跟花青素比較多 所以你如果說你身上 攝取到很多的植物的一個 植化素的話 其實就可以幫助你判斷 那花青素是在幹嘛的 花青素是在幹嘛的 對 然後讓你 剛才講的有些活血 增加你的一個代謝因素 所以這鍋湯 所以這鍋湯品是 綜合維他命草 有對不對 對 白飯是不是 也不能燉太爛對不對 對 其實不需要 像我整個剛剛來的時候 燉多久 大概十分鐘而已 十分鐘而已 一燉太爛有時候 它的維他命C 反而會流失掉 十分鐘就好了 好 各位吃飽了沒 吃飽了 剛剛這個 林秋翔老師 進行的是 飲食的調理 等一下潘瑞里老師 要進行的是 有氧排毒操 我們剛才講過 方法這麼多對不對 對 輕鬆排毒操不一樣 輕鬆簡單 但是呢 絕對排毒 好 都很簡單好不好 不要太難喔 來 跟著音樂 跟著我一起擺動 來 請穿過來一點 這什麼音樂 往下蹲這樣會吧 這個拍子是不是都會 你那是在做外擔弓 所以都不一樣 不要走開 簡單幾個動作 就能趕走你身上的毒素 廣告後馬上回來喔 好